去我们十楼不去 十楼 我去极限 去极限 不然最安全 好的好的 再见 开着小车车来打着 还开着双闪 太厉害 你去哪儿啊 我急着呢 等会儿给你 哎 你干嘛 我有啊 来来 喝吧 喝吧 新的新的 来吧 来来来 一个就够 拿着拿着 不是 我拿不了 留着 谢谢 太厉害了 得去哪儿 普通人我不敢跟他说 怕他们吓到 然后呢 我就去罚过 好 可能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 嗯 现在多大了 北京 去新疆 哈哈哈 去新疆 嗯 厉害多大了 是什么 靠腿的 接着多久了 北京过来 今天14天吧 2厘吧 这么厉害 晚上住哪儿呢 我一般睡帐头 如果没电了 我会适当坐着旅玩 你这个车多少钱了 4000多 4000多 对 就专门 那车得烂了怎么办 自己捕 天气多长时间了 就是我平路的话 是差不多100 到山西都是山路多嘛 嗯 如果特别陡 大概是50 去新疆 那改过去 你还能回来走 怎么回来 几段 我新疆都到我去 直接就撤退了 去哪了 不过 东西上这两年看的那个 那个人不是 翻译了好几个世界了 那个叫啥来着 无远行 那你去了法国以后 再等这些人一处跑 有可能去其他大洲了 澳大利亚啊 或者新西兰 澳大利亚 你有多少公司的 全还50万吧 你卖不卖货的 不卖 我只想分享路上最真实的 真实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往后的一个方向 就是大午看待会会看腻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买货 其实大部分人想看外面的事业 太历史了 你纪念多大 头三七 三十七 对 八六了 一车行李 我多少公斤的 看自行车50左右吧 可以提一下 但是差不多 这些都是帐篷啥的 哎呀 那一二撑了 撑了吧 你一挂上去住帐篷 那你跑了以后 你老婆在哪儿呢 三十一 啊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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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主要太历史了 真太历史了 这个好 这手机充电就是 咋充了 就是没接 一般就是如果 就是现在不是高科技嘛 有那种快充的 有的时候其实 得考虑就是 去餐馆吃顿饭 啊 就 等个几个小时 能吃饭哪儿吃 发店啊 啊 我现在在 人口不密集的地方 就去发店 不过就 这个时候 人特别少 你快说 自己做饭 自己做饭 对 自己锅什么都带了 自己锅都带着 对 就户外的吹具嘛 方便鞋带 超厉害 太厉害 为什么不穿着那个 反光的那个马甲呢 这个头包就是反光的 按下车道 对 因为口罩摘了 没车躲 你这个楼在摸位里咋办 外拆一般不会轻 对 不是 到了五千公里就换了 无论坏没坏 那也得走到打击 内拆的话自己补 吃饭了没 吃了饭没 我吃饭 吃了饭没 没吃饭 谢谢 谢谢 我也客气 行 路上注意安全 行 谢谢啊 谢谢啊 拜拜 我会持续关注你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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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抱歉走天涯 拜拜 都是想梦想 梦想抱歉走天涯 奈何里 现实里 总是一团招 都有责任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走 走不了的 我就给大伙分享一路走电所闻 带大伙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这么好的吗 就 我无意要就是评说和评述各种流量博主 我也不想借机去看流量 但是我希望所有这些顶流也好 还有各大博主也好 不要只蹲在一个坑里 你们知道我所说的坑是什么坑 站着流量然后只有带货这一个坑 但是真正一个分享的状态 就是要独时的去分享这个大千世界 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这土土土土土土人 看着行走世界的各种人 也是想希望就是这个镜头之外的这双眼睛 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感受万千世界 各个国家的丰富人情 自然风光美景 人物种种种种 这才是骑行在路上 或者旅行在路上 各种在路上的一个最纯真的状态 当然为了赚路费 也可以适当的商业或者怎么样 但是不是只有商业一个坑 好了我说完了 如果我说的对 大伙给个小红金杯